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些遗憾与人类骨骼 还有画着诡异图案的房间 四周布满血迹与肉块 似是残酷的祭祀现场 尤利以为邪徒已逃走 出来却见同伴被邪徒抓住 尤利表示想跟首领桑特兰交谈 但邪徒根本不听 或是尤利见证同伴被锯掉手腕 割住双眼 尤利不断挣扎被打伤腿部 还被抓着头发 目睹同伴被杀得惨状 而邪徒所做的这一切 不仅是为了警告警察别多管闲事 更是因为桑特兰的纳格嘎 想要警察的双眼 一年之后 大学毕业金发南开着车 找到朋友艾德和菲尔 兴奋地提出去没有规则的美国边境游玩一周 好好释放自己的欲望与天性 三人达成一致 开车驶向墨西哥的曼泽塔小镇 来到小镇后 未经人士的男孩们 找到了脱衣舞俱乐部 想来点刺激的活动 金发南最为活跃 找到一位可以共度春宵的小姐 帮菲尔突破自我成为男人 艾德对俱乐部的母娘不感兴趣 注意力被漂亮的调酒师吸引 趁着点酒师得知 调酒师名叫维拉丽亚 艾德拿到酒坐在一边 时不时偷看两眼维拉 忽见有男人对维拉动手动脚 维拉虽然挣脱后打了男人一巴掌 艾德还是担忧地走出为维拉出头 却不小心被男人划上腹部 看得出小镇的确没什么规则 最终还是维拉拿起球棍打倒胖男人 解救了受伤的艾德 维拉带着艾德到外面治疗伤口 艾德鼓起勇气 邀请维拉喝酒 维拉看着面前青涩胆大的少年 红唇勾起笑了起来 菲尔来到小姐家中 觉得墙上的挂画有些顺人 但这些都阻止不了菲尔成为男人的决心 两人刚想补习功课 一旁却传了孩子哭声 菲尔发现小姐竟然有孩子 心中充满罪恶感 但没想到的是 小姐的孩子似乎很喜欢菲尔 到她怀中就不再哭泣 第二天 金发男三人在外吃饭 菲尔觉得自己爱上了那名小姐 虽然有些莫名其妙 但爱情就是来得这么突然 金发男觉得有些荒唐 菲尔感到朋友的嘲讽有些不开心 起身去上厕所 这时 维拉带着表妹来找艾德 无人开车到游乐园附近 金发男拿出迷幻要分给他们 除了表妹没吃 其他人多少都来了点 陷入飘飘然的状态 几人在游乐园玩了一阵后 菲尔晕乎乎的去上厕所 遇见了邪徒光头男 艾德则在外痴痴的看着维拉随着鼓声舞动 等菲尔上完厕所出来 跟朋友们表示想要先回去 把玩偶带给小姐孩子 离开游乐园后 菲尔抱着玩偶走在路上 遇见陌生男姐打火机 还热情的要在菲尔一程 因为走到小姐家还要很久 菲尔思索再三还是上了车 却发现司机竟是光头男 菲尔担心几人 是为厕所的事找茬的 紧张地说要下车 邪徒们却直接绑架了菲尔 看来是别有目的 直到第二天早上 艾德与金发男才发现菲尔彻夜未规 电话也打不通 两人都想不明白是怎么回事 人生地不熟 艾德与金发男决定到警局报失踪 但因为言语不通遇到阻碍 艾德等待着警察找会说英语的同事时 无意见到警局里有供桌 金发男觉得这可能是边境习俗 此时 警局门口传来吵到声 只见警卫拦着尤力 警长示意警卫放尤力进来 尤力希望警长去查桑特兰 但警长只是随意翻看两眼证据家 接着警告尤力 忘记之前同伴的事 因为边境没有记忆 尤力要是再追查下去 也会被杀掉 尤力对不作为的警长显然很失望 拿回证据家准备离开警局 正好听见警察跟艾德两人说 菲尔失踪不到72小时 不能成立案件 尤力不禁多看两人几眼 而艾德他们虽然有些不安 但还是决定再等两天 或许菲尔只是迷路了 尤力回到旅馆 喝了药后查看证据家 黑白照片上有一对男女 正是桑特兰与其女伴 艾德离开警局后去找维拉 毕竟维拉生活在此 或许有些线索 维拉表示可以帮忙 此时楼下走来一群游行的人 表妹说 这是为小镇失踪之人做出的举动 艾德看着那么多失踪的照片 隐隐觉得有些不对 艾德与维拉随即找到金发男 维拉表示 感觉小镇很混乱 菲尔说不定是被拐走 艾德虽然也有怀疑 但还是不想接受这个结论 几人正说话时 金发男察觉有人在车中监视自己 等车开到面前 金发男气愤的问车中人有什么事 车中人只是冷淡的 让金发男滚回自己国家 随后就开走了 眼见的艾德看到后座上有菲尔的玩偶 那这些人一定跟菲尔失踪脱不了干系 维拉的话或许是对的 此时 菲尔正被绑在昏暗的房间 胡逊男开门进来 见菲尔甜甜嘴唇 立马将水壶递了过去 还贴心的喂了块巧克力 菲尔想知道自己处于哪里 胡逊男并没透露位置 只说菲尔即将见到桑特兰 提起桑特兰 胡逊男脸上露出崇敬之情 胡逊男性格怪异 明明是囚禁菲尔 还带了台电视进来 帮菲尔排解无聊时间 菲尔觉得胡逊男还在温和 趁机搭话掏出点信息 比如 胡逊男有一把枪 绑架菲尔不是未惨而是想要精神 菲尔听到精神有些迷茫 但胡逊男来的兴趣 表示 桑特兰将自己从水深火热之中救了出来 而菲尔也即将改变人生 虽然不知道具体会发生什么 但菲尔不想一直被囚禁 借口要上厕所撞倒胡逊男逃到房外 发现自己在一个诡异的农场 胡逊男被菲尔的举动激怒 拿着手枪发出信号 白脸男听到骑马去扎菲尔 菲尔逃跑时跌倒在沙坑 发现下面埋着不少尸体 望忙往公路边跑 菲尔向过往车辆求助 但没人停车在他 菲尔最终被白脸男甩绳捆住 被带回了阴暗小湖 胡逊男变得很是暴躁 威胁菲尔再逃跑 擦场就跟电视一样 尤利不知何时摸到农场 刚好看见菲尔被带回去 桑特兰与女伴也到了此地 看到菲尔玩偶后 维拉三人找到开店的表妹 得到了有用信息 原来下午开车的 是跟随桑特兰的农场毒贩 而桑特兰是宗教帕洛的首领 帕洛是通过中非传统的恐格宗教 与罗马天主教的基督教形式 与精神主义之间融合产生的 纳格嘎是宗教的中心 相当于守护神 表妹担忧地让维拉别参与郡去 不然生命会有危险 此时有客人来到店中 表妹无意发现 农场车在店铺外 进发男本就不信表妹的话 又想到农场人曾监视自己 直接冲出去要找事 艾德让金发男别那么冲动 但金发男不听 拿着翘桂就去打农场的车 杀人不眨眼的光头男出来 对着金发男脖子就是一枪 金发男这才感到害怕 想请求光头男放过自己 而不远处的警车 见到农场人掉头就走 光头男虽然很嚣张 但也没继续开枪 打倒金发男后开车离开 艾德赶紧跑去扶起金发男 幸运的是 子弹歪了一公分 金发男捡回一条命 经过这次 金发男只想离开边境 还觉得费尔已经死了 但尤利突然到来 告诉金发男几人 费尔还活着 尤利称 桑特兰会有人做祭品 取得纳格嘎的庇护 好在运毒到美国边境时 不被发现 而祭拜仪式会在今晚的 预言之夜举行 尤利因为一年前的事 已经暗中调查取久 此时提议 让艾德回到美国 找有关部门上交证据 因为墨西哥与边境警察 都不敢管事 而尤利会去农场救费尔 艾德也不知道能做什么 就答应下来 双方约定好 半小时后在旅馆见面 农场中 桑特兰坐在费尔面前 称之前都是用墨西哥人 做祭品 但效果不太好 所以这次选择 用年轻软弱美国人 说完给边上的女伴 使个眼色 女伴拿着刀走过去 费尔以为自己要被杀死 惊恐的喊叫起来 但女人只是抓起头发 割下一拖 表妹回到家中 发现家门打开着 而她卧室床上摆着一颗羊头 表妹心中一静就想离开 转头就撞上农场人 小心似乎听见利刃 刺激身体的声音 艾德送维拉回家 没想到维拉刚上楼 就发出尖叫 艾德连忙上去 只见屋内画有神秘符号 卧室中的表妹遇害 头颅不翼而飞 只有一只黑色羊头 艾德不敢再待 连忙拖着伤心的维拉离开 金发男哭声一人在旅馆 正喝水时 发现旅馆莫名停电 出来查看时 金发男见到走廊两边 都有农场人 心中警铃大作 立马开始逃窜 金发男挤进一个房客屋内 顺着窗户翻上天台 但农场人早就在天台守着 金发男无奈 双拳难敌四手 一番挣扎后 还是被农场人抓住 光头男面目猙獰 狠狠砍下金发男一只手 农场人都手势砍刀 围在一起弹死了金发男 此时 艾德带着自责的维拉回到酒店 艾德忽然发现 有警车在门口 心中立马想到金发男 听到尤力说在楼顶 艾德担心的跑到楼顶 见到惨死的金发男 心中怒火上涌 坚持要跟尤力一起去救菲尔 菲尔此刻也处境危险 头发被狗啃过 参自不起 浑身赤裸被铁链捆住 继次时间到了 胡须男带人解开铁链 将菲尔带到诡异的房间 里面有着诡异的雕像 雕像样子 大家应该已经很熟悉了 四周点着蜡烛 和不知装满什么的大盆 桑特兰脱下衣服准备祭祀 菲尔的铁链被解开 农场人将他包围起来 桑特兰持刀走来 念叨着唤醒长歌 随即拿刀砍向菲尔 听着菲尔悲惨的嚎叫 桑特兰露出陶醉的笑容 菲尔知道逃不掉 念起圣经安慰自己 桑特兰祭祀结束 竟掰开菲尔嘴巴 咬掉她的舌头 就像吃到美味真羞 随即又将舌头吐在女伴手中 女伴则将舌头放在大盆中 紧接着 菲尔被吊起来 有人手持相机录像 简直丧心病狂 此时游历带着艾德和维拉 摸到了农场里面 游历一人去屋内查看 壮着胆子上楼 桑特兰正闭眼沐浴 享受侍女的服务 游历持枪寻到此处 燕神示意侍女离开 随即用枪对着桑特兰 提醒她 一年前曾杀掉自己的警察同伴 现在就是复仇吃磕 但游历之前是警察 虽然很愤怒也没开枪 只是想给桑特兰戴上手铐 没想到 却被侍女拿剪刺 插中后心口 游历一时间应对不及 桑特兰趁机拿起手枪 打中游历腹部 称要用她喂养纳格嘎 但游历还没死 挣扎着拿手枪 打住桑特兰胸口和腹部 大首领一死 情势瞬间反转 而艾德之前跟随光头男 见到了菲尔的衣物和头颅 知道菲尔已经没得救了 于是也来到屋内 刚好遇见受伤的游历 几人不再掩饰 直接走出大门 在游历火力压制下 维拉成功拿到车离开农场 游历状态很是不好 努力说出 让艾德将证据交到美国 得到艾德点头保证 就昏迷过去 维拉与艾德找到一处房屋 请求主人帮忙救人 但为时已晚 游历双目无神 再也没了心跳 艾德与维拉都情绪击落 此事能做的 就是带着证据回美国 以此未见死不明目的游历 屋主告诉他们 去边境的路线后 出门透透气 艾德让维拉准备点生活物资 随后出门找屋主 但外面一片寂静 没有活云的影子 艾德知道 农场的人应该已追到 立马将车厢的证据拿来 叫上维拉准备离开 艾德正在屋内上诞时 外面就传来枪声 呼吸男破口大骂 觉得艾德一行人 残害桑特兰是大过错 不少手持武器的农场人 都包围过来 艾德先将前门堵住 随后去检查后面 忽然后门把手在缓缓转动 艾德试堂问道是不是屋主 没人应声 艾德不再犹豫 直接拍枪 问候正是农场人 后面的光头男一个剑步冲来 与艾德扭打在一起 艾德不小心走火 又被剑术的光头男打倒在地 艾德砍到就要落下 光头男脑袋标出一股血水 原来是听到枪声的维拉赶到 拿枪救了艾德 来不及喘息一会儿 呼吸男又在开门 艾德立马过去开枪压制 又有农场人开车撞破屋子 艾德与维拉不论开枪 火风宵夜弥漫一室 可呼吸男又从后绕来 艾德要被两面夹击 艾德让维拉先走 自己拖延时间跟农场人打在一起 没想到呼吸男早在一边等着 抓住维拉后 用枪威胁她别轻举妄动 但维拉岂能束手就擒 找到机会 撞向呼吸男的脆弱部位 与呼吸男扭打在一起 维拉幸运捡起呼吸男掉的枪 但打了一枪就没子弹 呼吸男就像没事人一般 打倒维拉就被痛下黑手 还好艾德列与农场人赶来 一刀敲在呼吸男脑袋上 随后像疯了一般 对着呼吸男连砍树刀 支持她丧失生机 最后一个农场人也失去斗志 只想逃跑 但艾德并不愿就此放过 她需要对朋友的死有个交代 解决完最后一人 艾德看了维拉一眼 无力的跪倒在地 眼眶金光闪闪 似有泪花 电影全局格调相对低沉 剧中的桑特兰就代表阿道夫 信奉怕落脚 纳格嘎其实是指容器 铁锅或者粘土锅 里面装的是祭品 是人精神灵魂的居住地 剧中费尔舌头被放在一个盆中 除此之外 纳格嘎还有监督 宗教仪式之人的意思 拥有容器中精神灵魂的力量 会庇护教徒 就像桑特兰 借助纳格嘎力量运输毒品 不被发现 剧情其实有些牵强 警察都不敢动的毒枭 死得很简单 在宗教仪式这些方面 也没能加展现 最大亮点 还是在于结尾 艾德冷酷的复仇后 又展现对朋友死去的柔情 小伙伴们觉得怎么样呢 欢迎在评论区和小星讨论 好了 小薰分享是要打烊了 别忘了 把小薰点个赞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了 爱你们 Muah